接著請劉士芳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謝謝副院長 我可不可以請一下蘇院長 請蘇院長 我非常欺負你 在這時可以測到這麼大的雨 還可以接地氣 可以替臺灣這些嚴肅 又知道有一個很大的磨煩 所以伊政你請坐 謝謝 院長 我想你看到我今天主要的主題 就是發大財跟經濟統戰 過去這兩三個月以來 我們的農產品外銷這件事情 很少要上媒體的版面 但是這兩三禮拜以來 大家都沖沖滾了 所以我再請教一下說 以前院長也曾經在農業縣服務過 包括很多不同黨籍的地方首長 都想要把外銷農產品這件事情 來解決台灣農民在經濟上碰到了困境 但是最近很奇特 最近我們的南部 韓國瑜市長到國外去 在外銷農產品的時候 包括現在又接到很多中國的訂單 包括農水產品都有 很奇怪 這麼快就拿到 所以讓人不直接懷疑說 不經懷疑是不是有經濟統戰 要請院長你來標示一下 發大財跟經濟統戰這件事情 是完全沒有關聯還是有關聯 關鍵性會離是不是九二共識 感謝 邀委員特別提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很重要也很大 發大財絕對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想要賺人的利息 人家最好連本金就給你握他 這樣就得不償失 以前台灣在流行 堆肥 如果離職很高的時 那就是在要找回 在要渡了 那就很危險 這是過期台灣人老一代的經驗 同樣 昨天蔡總統主持的國安會議上 相關報告跟資料很明顯看出 中國從今年1月2號習近平主席發表 告台灣同胞書 特別指出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就是統一進程 所以要推動九二共識台灣方案 接著中國就開兩會 他這兩會現在在開 就是裡面種種從各種層面 包括宗教寺廟 他統統做面面俱到 就從台灣內部給你分化給你滲透 從台灣外部用利益全面覆蓋 所以蔡總統才會提出七點對應方案 那如果你看這一段期間 常常針對某種特定的人 或者特定的地方提出 他要什麼買這個買那個 然後還指定只能這樣往來那樣往來 看出中國利用經濟或者利用利益 來特別的塑造一種 讓你好像會得到利益的印象 有的速度特別快 有的指定特別地方 有的指定特別人 都可以看出 一件一件你覺得好像很好 但是總體看起來 你就覺得噢 屈心頗測 就好像我們以前有看一部電影叫 明天過後 那個各地海洋監測海水 七個監測器 那個助理報告教授說監測器壞了 所以那個突然溫度下降 結果第二個又這樣第三個又這樣 教授說怎麼七個海洋同時通通壞 那就是不一樣的情況 沒錯 同樣的道理 如果花大財我們很好也歡迎 那地方拼經濟中央都支持 如果後面有統戰目的我們就要小心 對 所以事實上拼經濟不分藍綠 但是如果利用中國利用經濟利益 來利用地方政府換取所謂的政治性採購 其實就陷入經濟統戰的範疇之內 所以其實我們不能夠不小心 但是為了對抗這個經濟統戰的部分呢 那民進黨主政的內閣政府做了什麼事 我想再請教一下那個院長 第一個 有關我們招商引資 我們有很多台灣人 在七零年代的時候是一腳背心碰全世界 但是這些人有可能要回來台灣 可能是鮭魚返鄉也可能是落葉歸根 所以他想要回來台灣投資的時候呢 往往會遭受到一些阻礙 這些阻礙造成我們有一些困擾 最近呢 院長上台之後呢 在我們的優先法案裡面提到一個海外 這個台商回台來投資條例 包括課稅的部分我覺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想要就教一下院長對這樣的態度 第一個 我先跟院長報告一下 在國民黨主政的時代呢 我們的橋外投資台灣的金額 在過去十年當中 平均大概是49.46億美元 那在蔡總統還有院長上台之後 平均大概是將近100億美元 所以其實是漫賣在升高當中 並沒有像所謂特定媒體一樣 離心離德 台灣人都要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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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 好 我們的議長有關於我們提出這個海外台商回台投資的時候 第一個 我們要先去除它的污名化 所謂的污名化說 唉唷 你這是在貼好人減稅 第二行 你在助長炒房啊 丁丁這個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些污名化的障礙去除掉 這些台商才能夠安心反台來 跟我們來對抗這種經濟性的統戰 強化台灣的經濟發展 議長你先表達你的政策好嗎 公用 好 但是這個委員特別點出這個點 我議長就是來標示目標和台投 專業的部分我們的部長和主委都在進行 就是第一 海外台商資金回台 我們熱烈歡迎 我們是歡迎的 對不對 歡迎 而且用各種方法歡迎 第二 我們資金進出 當然 我們要防止國際 懷疑這有沒有洗錢 有沒有其他恐怖組織等等 這不能讓國際相關機構認為 台灣是洗錢中心 台灣是沒有在還恐等等 這個是必要的 第三方面 是進來這個錢不是哪去炒房 哪去做其他 不是我們政府以及民間 或者台灣需要的 而這些錢 我們來鼓勵他 投資 設廠 買機器 拼經濟 無限歡迎 這是態度 所以錢絕對好的 絕不會污名化 態度絕對是歡迎的 方法 絕對是不要是洗錢的 而是來拼經濟的 不要是炒房的 而是來開工廠 做經濟發展的 至於細節技術面 方法 我就請部長或者主委給您報告 我先講一下 感謝院長 你的態度是開放的 因為這些台商願意回來 而沒有走所謂的地下管道 就是希望我們能夠設置一個好的法治 可以讓它正向的引導回來 不管是現在的洗錢房子 或者是世界各國再講的所謂CRS 被人家污名化這叫什麼肥咖條款 其實他們不這麼想啊 如果他們有這麼想的話 他只要放在新加坡 放在香港 不要回來就好了 但是他要回來 他希望對台灣的經濟發展 絕對有正向的幫忙 所以我知道包括蘇部長 或是包括我們的主委 都非常努力在幫忙他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樣子的法案能夠快點通過 就像我剛剛跟院長報告的 既然我們的蔡總統有提出 現在有所謂的經濟統戰 那我們要抵抗這樣的經濟統戰的時候 當然是歡迎全世界 愛護台灣的台灣人 可以回來幫忙 強化我們自己的經濟體質 所以我們提出的這個法案是正向的 不管是5加2產業的部分 或者是其他非走地下匯兌管道進來的 其實我們都應該歡迎他 但是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可以更細緻跟他們溝通 譬如說我們有很多台商啊 他回來這邊 我所了解的部分 經濟部已經核准有13家廠商回來 但是還有更多的人就要等 麻煩的就是說 有人會估算說 如果這個台商 我們把這個法案通過之後 可能未來回來會有10兆啊 過去一兩兆的時候呢 就已經助長炒房的這個風氣 現在10兆 不是正面表列 而是負面表列 這個部分呢 我想請蘇部長來幫忙回答一下好嗎 好 謝謝委員的關心 事實上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院長他指示 就是我們關於這個專法的部分 資金委台的專法部分 我們大概三個原則 第一個是洗錢房子 第二個是促進經濟投資 經濟發展就業 第三個就是公平性的問題 那原則上 但是蘇部長我要跟您交換意見 我希望我們設置的是門檻 是一個公開公平的門檻 對 而不是設置一個障礙 你設置障礙的話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歪回來就好啊 他的第二代第三代 都已經變成外國人 他錢就放在國外就好了 也不要交遺產稅 我想這樣子 你都有聽到這個聲音 所以我還是一樣 我們可以提高門檻 怎麼樣讓台灣經濟發展 可以正向發展 產業升級的門檻 他們都願意接受 可是如果你是製造障礙的話 這完全是不同的方向的考量 所以請蘇部長能夠 從這個方向來告訴我 你怎麼樣發展 我們現在未來的草案的方向 我想 謝謝委員的關心 事實上這個未來 這個我們除了建造專戶以外 那未來這個資金的去向的部分 我想經濟部跟金管會 這邊也同時在研議相關的法規 這個資法規裡面 會比較明細的去訂定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會不會因為因此外匯存體太高 我們曾經有中央銀行的高層人 認為外匯存體太高 對我們不是好事 所以我們有提到說 萬一他沒有辦法馬上投注 我們的某一些產業的話 可不可以設計 類似像一個基金的方式 譬如說我們現在有 強台跟保台的法案 那現在也有台山基金 有沒有可能是設計 設置成強台基金 那這一部分的話 可能金管會這邊 是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台康資金回來 那麼有關 他不一定要馬上換成台幣 就是說因為他即使進到DBU裡面的話 他還可以是用外幣的存款 是 那但是他如果要進入到 實體投資當然都要轉換成台幣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跟央行做一個充分的配合 來就資金進來的這個情況 來不影響這個 應該是不會大幅度的波動 是這樣子 我有請教過中央銀行 他們的意見就是 有關這些錢如果回來的話 只要經濟部跟財政部把關把好的話 中央銀行完全沒意見 是 是什麼樣的外匯 外匯他也沒意見 我覺得這樣非常的消極 第一個 全世界的國家 從來不會有認為外匯存體過高是壞事 日本的外匯存體是不是比我們高 日本在遭受311地震的時候 還有很多有其他的攻擊的時候 他們的外匯存體可以一下子回來 是為什麼 要保護日本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外匯存體貪心管 我也覺得怪怪 所以來主委請繼續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提到這個基金的部分 那因為也跟金委員的指教 那我們現在有關創投的部分 還有私募股權基金的部分 我們現在應該也會把它納入到 這個跟這個直接投資一樣 我們來看看就是說 哪些要引導到我們應該認為的五加二產業裡面 來進行這個透過創投的基金來 所以主委還是認為是五加二產業嗎 五加二產業是我們的正面表列 現在有一些方法會認為說 是不是採用負面表列 排除譬如說房地產這些以外 其實傳統產業如果他願意助長升級 因為我們有很多台商 在東南亞地區 他都是傳統產業 他願意把資金回來台灣的話 不管是環保 或者其他的科技水準 一直慢慢提高 我想紡織產業就是一個很好的正面示範 有沒有可能用負面表列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部分應該要由經濟部來研理 不過相關來講應該是說 直接投資的部分應該會寬寬一點 那麼在基金跟創投的部分呢 也許放在比較重點的產業這樣子 所以在執行面上的話 其實我們的財經部會 慢慢都已經能夠擬聚共識嘛 那我也希望能夠趕快推出來 不要說一直講很久 因為我所了解在上一屆的立委裡面曾經提出來 那當時大家並沒有共識 現在共識越來越強 那我的想法 我還是從國安的觀點切進去 目前我們所接受到的經濟統戰 其實他的能量非常的強啊 一定一定聽過 往南走向下沉 從農業開始 從宗教開始 一些鄉間的老百姓 大家也都知道 現在有九二共識可以為主 我們現在要抵抗經濟統戰的話 當然用經濟的方式 我認為這樣的資金回台投資條例 趕快把它公平公開的方向 跟我們很多海外財商 讓他們可以獎勵他們盡早回來台灣 跟我們一起來奮鬥好嗎 對 委員 五加二產業只是其中一種 如果是高負價價值的產品 關鍵零組件的相關產業也可以 還有 國際供應鏈基於關鍵地位的產業 也都可以 那進一步 如果有自由品牌的國際行銷這種產業也好 第五 認定回台投資項目 跟國家重要產業相關的也可以 所以 五加二只是其中一項 六大區塊 六大類都可以 都很歡迎 非常謝謝院長這樣的指示 我們一起來把它執行出來 會做事會接地氣 這是我們對台灣的責任 謝謝委員主持 感謝兩位部長 謝謝 謝謝委員 報院會 財政組織質詢已尋答完畢 休息五分鐘 休息之後 進行教育局文化組織質詢 現在休息